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老王现在离开了永康 现在往西走 朝着山丹县出发 然后今天下午过了前面那个 过了前面的那个山岗的话 就正式进入了沙漠戈壁路段了 也就是说 再往前补给就很困难了 所以现在你还能看到路边有这个 绿洲农田 明天的话就不行了 所以就得自己多带点吃的 多带点喝的了 我看地理杂志上面说 这几年河西走廊的这个河流很充足 然后这个水量很充足 然后包括这个农田的浇灌的这个水量也很充足 但是这个并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这个说明全球在变暖 这个七连山上面的冰川和雪水在融化的在加速 所以虽然现在你看到这个农田 绿油油绿油油的不缺水 但是可能它持续不了太久 也许再过个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 也许七连山上的雪越来越少了 但最终还会面临干旱 中不了地这个问题 所以说现在这个水啊 始终是七连山 始终是河西走廊这一带 永恒的话题啊 我们现在看到路右边的这些农田 正是因为有了左边的高大的七连山上面的积雪融化 有了河流 才有了这些农田绿洲才有了人生活 如果七连山上的雪融化了 没水了 底下的人也不会在这生活了 西边走这个越荒凉了 前面过了那个山岗之后就没什么绿阴了 在这午休一下 风还挺辣 一点都不热 这风刮得还挺凉的的 看远处的那个七连山 多美 刚才在312国道上走着走着 看见路北边两公里 山坡上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风火台 一进 我们于是穿过来了 走在这个戈壁滩上 然后去看看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风火台 看样子很大 这山岗它全是坟头啊 就在前面 前面离这儿不到一公里了 几百米吧 我们现在来到了它的脚下 这是个明长城 2001年6月份在这儿公布的 然后2015年10月份里的这个背 说明这个就是明长城的一个遗址了 我们现在走进来看一看 这个遗址现在是什么样的 你看 跟我的这个身高比 这个应该是风火台外围的一个城墙 看多高 现在还是倒塌了一部分 如果当年没倒塌的话 它这个墙一定非常高 这一排都是它的外围的城墙 已经倒了 剩下那一段了 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呢 是风火台 以前应该也很高 然后也坍塌了很多了 它这个一圈都是城墙 那儿剩一些 然后这儿呢 坍塌的特别明显 城墙都已经坍塌了 剩一些大的土块 看它上面那个墙体有很多洞洞 有的洞洞 那个木头露出来 说明它这个里边以前有木质结构做支撑的 是吧 它以前肯定是起到像钢筋混凝土钢筋的作用 然后起固定和支撑的作用 包括像那些小圆洞 包括像那种大的洞 里边看见都有木头 这个风火台应该是实心的 以前如果登上风火台 可能是需要爬楼梯 外围的楼梯才能上去 现在在外面看 没有通向里边的洞什么的 所以可以断定它应该就是实心的 刚才说这个那个背后边写的说这个地方以前叫 乔尔敦驿站 也就是说可能从东西往来的商人 包括士兵什么的 使者 僧人 他有可能就是在这歇脚补充水的水和吃的东西的地方 那如果既然是驿站的话 那肯定有人在这睡过觉 生活过 所以它这个以前有肯定出土过很多生活用品 但是你现在走在这上面 你什么都看不到 看到的都是现代人用的 酒瓶子 还有人挖了个洞 挖了个洞也不知道挖了 挖出啥的 反正基本上就是上土了 刚才看见一只大野兔可肥了 跑的可快了 现在已经跑到几百笔开外去了 它可能在这个长城底下有窝可能有洞 这个很明显的木头做制成用 这木头都是明代放进去的 俱进的俱来年 这边还有个木头 拿手触碰一下这个老祖宗的木头 也算跟它有所交流 上面还有藏木头 看这地上有这种陶气 像是那种酒瓶还是酒壶的 它有一冷一冷 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酒坛的沿 这很有可能就是明代的酒坛 很有可能我觉得 老王在这戈壁滩上捡了好多的 这个破瓦 像是酒瓶子 瓷碗 陶碗那种东西 然后我们俩觉得好像应该是 以前大明王朝的士兵 因为它这是驿站嘛 所以肯定喝酒啊 吃饭啊 住宿啊 肯定有很多这种生活用途 又剪了一个 这种残片很多 我们在这考古发掘呢 随地都能剪很多 然后简单看了一看这个驿站 在这简单休息一下 接着往前走 其实挺大的 因为它是个意大 它跟咱以前看的那个风口台明显不一样 因为以前看的就是一个风口台 对 它这边上还有边墙围起来的 说明肯定有个大门 大门不知道在哪开着的 它是有个尺 旁边有尺的 就是什么 这说不定有个生蚝 它是四周还有一个 就是公式 防御公式应该是 它说有深两米的生蚝 火候 那就在旁边这块 到七八米 深两米 就是平时士兵还有过客在里边住 然后那个风火台顶上 肯定有日夜把守的士兵 把守的 有的拿的弓箭 有的在往远处看 它对于传队的消息了 对 它肯定是在这守边关 然后它平时没事的兵 士兵还有过客 都在这里边歇息 小的风火台 大概就是传个事 对对对 小的风火台估计 它只是一个传气的功能 没有那种住宿的招待的功能 其实这是过路的飞行客 或者说那个 对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也比较简单的 其实这个城池也好 公式也好 风火台也好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地方 对没什么可看的 它不像那种历史悠久的老城啊 结构也很简单 一会儿接着走吧 我和老王从刚才那个风火台 往前走了 又走了六公里左右 现在在路边的一个小山澳里边 准备找地方扎营 幸运的是 巧合的是 这又有一个风火台 但是这个风火台 没有刚才那个风火台那么大 保存的那么好 这个风火台你看 就剩这么一个土堆了 然后它的四周 跟刚才那个一样 也有高出来的 城墙的感觉 这个风火台比刚才那个风火台明显 就是没有 呃没有什么可看的 因为它这个地方 站在这个高处往西边看 视野特别开阔 所以当年选在这儿见风火台 也是有它的根据的 我现在在这个山上 就能看见远处的 烟枝山 烟枝山的那边 就是张叶了 离张叶不远了 再走几天就到了 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 扎个营吧 但是那边全是坟地 坟地就 对坟地就坟地吧 刚才看见这个风火台 旁边那个碑上面写的叫 王信普 这个风火台跟刚才那个面积差不多大 看在这个风火台一几个也能捡到这种 瓦片 跑罐 还有 这儿也有 你捡到什么了 我看看 豪罐 刚上这儿没多久就下小雨了 下小雨了 好在我们赶紧把 把帐篷搭起来了 这儿的雨下的应该不会很大 就是稀稀利利的那种小雨点 也现在下不了多久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 烽火台下 露营 往后在长城根底下露营的次数 我估计会越来越多 赶紧钻帐篷里吧 避避雨 老王 躺在帐篷里听着雨声 感觉一天的疲惫都没了啊 很舒服啊 好舒服啊 对 雨点打在那个南方的那种芭蕉叶上的感觉 霹雳啪啦霹雳啪啦的 打辣椒那种浪漫 对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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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了 咬